大白天一出門太陽真的好大 拿出手機一看 溫度竟然到了33度 但其實我覺得更熱 因為體感溫度就有38度這麼高 這也難怪我才占兩分鐘 汗就不停流 太陽火辣辣絲毫不留情 這也難怪汗會從頭流到脖子 汗水淨汁衣物 現在大家出門能穿得越少越好 同時也出動各種防曬用品 從陽傘 電風扇 遮陽帽統統有 就是我一定要讓他們擦防曬油 然後一定會戴帽子跟水壺 還有小電衫 因為現在如果在外面待太久 真的會覺得有點很難呼吸 因為真的太熱 大人小孩統統好熱 才6月而已 氣溫就高成這樣 中央氣象數20日 也針對全台七審市 發布高溫警戒 其中彰化 雲林屏東線 以及台南市都亮起陳色燈號 中午前後有機會出現36度高溫 但這還沒完 從21號開始到23號 全台白天氣溫也將到35度 特別是西版部地區 河谷以及花冬縱谷等地 溫度可能更高 但除了防曬 補水也是關鍵 你每天都有多喝水嗎 我每天都喝兩盆水 那麼多嗎 最為復復統計 從6月17號到19號 就有77人 因為熱傷害前往1月就整 而截至目前6月 全台更有238人這麼多 對此專家就提醒了 不管大人還是小朋友 外出盡量穿着潛色透漆衣物 多喝水的同時避免大量瞬間灌水 外出時間也可避開日震當中時段 因為你不知道這溫度瞬間飆升又多快 環境的變化是會趨於極端 所以高溫不是溫水煮清 哇 那個水是會沸騰的 在某個時間點會沸騰的啊 裡頭嗆人壓 外出顧好身體 卡西齋 東森新聞 物財寫隨環 Terry報導 天啊